勇者辛梅尔死后28年 弗利连等三人来到了北方诸国古拉纳特博学领地 准备采购的他们发现街上全都是卫兵 弗利连更是面色凝重摆出战斗架势 这让飞轮十分紧张 联盟提醒他这是在大街上 随后被弗利连告知城内有魔族出现 飞轮顺着弗利连眼神的方向看去 发现一名魔族男性竟在士兵的护送下 与古拉纳特伯爵谈笑风声 这时这名魔族和士兵也注意到了弗利连 就这样打算在城内开战的弗利连被士兵们轻松拿下 古拉纳特伯爵这是您的知识吗 魔族从容地质问着灵主 灵主也淡定地进行了解释 原来魔族男性名叫刘古纳 是来与灵主和谈的使者 灵主坦言自己确实对魔族恨之入骨 但还没闯到光天化日之下 对和弹使者出手的地步 因此猜测 弗利连应该只是个没搞清楚状况的冒险者 刘古纳也接受了这个解释 俯下身来看向被暗倒在地 却依旧死死盯着他的弗利连 你的眼神平静而充满杀意呢 这座城市的居民们虽然对我们魔族又恨又怕 但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至少要把我当作人看待 但你不一样 你的眼神简直就像是在看一头猛兽 刘古纳平静地说着 弗利连则淡淡地反问了一句 事实不就是如此吗 并毫不避讳地表示 魔族是能够模仿人类声音 但实际上却无法沟通的猛兽 听闻此言 刘古纳并没有反驳 只是微微以笑 领主则命令部下将弗利连关进宅底地牢 于是菲伦和休泰尔克只好来地牢探监 并告诉弗利连 领主打算让他在这反省两三年 比我预想的要短呢 之后帮我把魔导书拿过来吧 弗利连无所谓地说着 秉丽可被费伦吐槽 真的很喜欢浪费时间 而后三人又聊起了关于和谈的事 费伦和休泰尔克在采购的时候 调查了一下这座城市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这里都在和魔族的军队战斗 魔族的统帅名为阿乌拉 是魔王麾下齐梦弦之一的大魔族 被称为断头台阿乌拉 弗利连只知道 他在与勇者一行的战斗中 失去了大部分部下 从那之后便销声匿迹 但不知道阿乌拉早在28年前 便恢复了力量 这几年 阿乌拉似乎对毫无意义的杀戮 感到了疲倦 因此主动向领主提出和解请求 刘古纳正是和谈使者之一 这不起走错了呢 与魔族对话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弗利连严肃地说着 休泰尔克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他觉得如果可以通过与魔族交流 来解决战争 那无疑是件好事 但立刻被弗利连告知 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为魔族是以人为食的怪物 随后讲述起了勇者一行的亲身经历 当时辛梅尔等人在某个村子讨伐魔物 面对小女孩要貌的魔物 辛梅尔有些心软 此时旁边的一对夫妇 生死历劫地催促她快点动手 因为这只魔物吃掉了他们的女儿 辛梅尔也终于缓缓走向魔物 准备取其性命 善儿 令人没想到的是 小女孩要貌的魔物 竟面带悲怯地说了句妈妈 这让辛梅尔再次产生了犹豫 行了 我来吧 剑辛梅尔迟迟不肯动手 弗力连摆开了攻击架势 就在弗力连准备将魔族消灭的时候 村长的声音从其身后传来 如果杀了他 我们就和魔族没有两样了 魔族也不是不吃人就活不下去吧 难道不应该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吗 善心大发的村长无视了夫妻的哭诉 带着女儿走到魔族面前 决定将他带回家领养 见此清静 弗力连立刻提醒辛梅尔 不杀掉魔族一定会后悔 但刚想解释原因便被辛梅尔打断 弗力连 神类是拥有语言的 正好我们还要在这个村子里待上一段时间 不妨先观望一下怎么样 对于固执己见的辛梅尔 弗力连没有再解释什么 只是淡淡地反问了一句 是吗 就这样 魔族加入了村长的家庭 与村长和村长的女儿朝夕相处 妇女二人都很喜欢这位新家庭成员 直到村长被魔族所杀 房子淹入火海 你为什么要杀掉村长 辛梅尔紧握常见质问魔族 之前被吃掉女儿的夫妻立刻表示 果然那个时候应该杀了他 魔族则抱着村长昏厥的女儿走向他们 又来了 我每天都会从你们身上感到杀意 我想过上安稳的生活 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 作为被我吃掉的女儿的替代品 魔族边说 边将手中的女孩递给夫妻 此举惊呆了现场所有人 辛梅尔提醒魔族 那个孩子是村长的女儿 魔族却毫不在意地强调 村长已经死了 见辛梅尔依旧持剑对着自己 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我好像做了什么错误的选择呢 没办法了 这个孩子就作为人质 魔族话还没说完 便被辛梅尔切断双手 抢走人质 弗力连也做好了将魔族消灭的准备 你不会再阻止我了吧 嗯 就这样 弗力连顺利杀掉了魔族 而这名魔族临死前 又喊了一声妈妈 事实上 魔族和魔物一样 没有养育子女的喜性 孩子出生后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孤独度过的 也就是说 魔族是将孤独 视为理所当然的生物 根本不存在家庭这个概念 少女要貌的魔族 之所以在被杀前念出妈妈 是因为她觉得 这个词就像魔法一般 能让想杀她的人类 无法动手 对于魔族来说 语言不过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手段 大魔法使弗拉梅将能说话的魔物定义为魔族 而魔族最初的祖先 就是会在暗处发出救救我声音 引诱人类的魔物 以人类为实的掠夺者 说着与人类相同语言的理由只有一个 不是为了互相理解 而是为了欺骗 听弗利连讲完魔族的故事后 飞伦和休泰尔克离开了监狱 而在宅邸内等待领主的刘古娜 也正和她的两名同伴讨论着弗利连 说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名精灵魔法使的脸 并表示她对魔族的形容很贴切 还说这座城市里能看清魔族本质的只有她一个人 而被她称赞的弗利连 自然也意识到了这座城市的危险 这座城市时日无多了 我还是成了越狱比较好